财政部长李国鼎首先颁奖给全国各地财税金融机构147位优秀人员的三位代表 李部长在颁奖之后除了怀着愉快的心情向这些优秀的财税人员庆贺之外 并且勉励大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年头 更要重新协力吸收财政金融的新观念和新方法 坚信荣誉的永恒价值 而且绝不可以有不当或者是不法的享受 以发挥总体的力量打好国家的经济基础